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进入Linux操作系统基础的第17讲 在学习本讲内容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上一讲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了在另一个操作系统中 如何通过ChimpMond、ChimpOn和Chimp三个命令 来进行一些文件目录权限的一些修改 那么最常用的是ChimpMond命令 那么它呢,可以通过字母方式来设置增减权限 也可以通过数字方式来设置权限 那ChimpOn呢,是用来更改某个文件和目录的拥有者 使得拥有者呢,使得这个 它的拥有者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权限的访问 而GRP呢,是用来修改文件和目录所属的用户组 那么这两个命令呢,我们说都需要有管理员的权限来操作 好,那么回顾完上面一讲的内容以后呢 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一讲 我们今天这一讲呢,要学习如何在Linux插头系统中 来进行文件目录的一些查找 那么文件和目录,这个文件查找呢 主要常用的有两个命令 一个是Find,一个是Locate 这两个命令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命令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Find Find是用来查找文件的 那么它的语法呢 是Find给出你要查找的路径 和你要查找匹配的表达式 然后呢,你可以查找出来之后 再对这个文件做什么操作 那么它是用来查找文件和目录的 那么既然是查找 那么就是能够查,能够找 那么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呀 就是说你如果要查找一个文件和目录 你首先就要对被查找的目录 以及它的所有的子目录都要有读权限 对吧,就是你要对目录有读权限 你才能在目录里面去找 而且Find他在找的时候呢 他也支持通过各种文件属性来进行查找 那么它支持哪些查找呢 可以加-lane 代表按文件名查找 -user 按用户 文件的拥有者查找 -size 按大小查找 m-type 是最后一次修改时间查找 m-type是访问时间 -type 按文件类型查找 还可以按文件权限查找 文件类型呢 这个地方按文件类型查找 主要是針对文件和目录 如果是F代表的是文件 D代表的是目录 查找目录 那我这个地方举几个例子 我们先分析一下 我们再来使用它 我们再来使用它 那么首先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找根目录下边 名字已逼开头的 所有的什么 所有的文件 这个呢 是查找什么呢 这个是查找当前目录下 查找最后一次修改时间 距离今天之前 是距离今天之前的十天那一天 修改的文件和目录 并显示出来 Gunprint显示出来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查找配置ETC目录下 查找根目录下的ETC纸目录中 由用户ID0 这个用户 怎么样 这个用户创建的文件大小 并且它的大小要大于200K 的这种文件和纸目录 把它显示出来 而这个呢 是查找什么 这个是在用户主目录下查找 查找什么 查找文件权限为777的 也就是说查找我们权限 为所有用户 同组用户 拥有者的权限 都是都具有读写执行权限的 这些文件和 纸目录 对吧 并且将查找的结果都放到用户主目录 下面一个Homes的文件中 这个呢 是查找X从根目录 绝对路径 对吧 这用来是一个绝对路径 这是相对路径 相对路径 对吧 查找根目录下 Export纸目录下面的Home 这个纸目录中的文件 查找类型是文件 然后访问时间 对吧 最后一次访问时间是距离今天 大于365天的文件 没有目录了 对吧 因为它只给了-f 对吧 然后再将找到的文件 要执行一个操作 执行一个进程 -excess 是其中一个进程 叫RM RM是拽除这些文件 拽除这些文件 注意 这个地方你看 我用了一个皮尔 这个分号 注意 皮尔在这个地方是起转译作用 皮尔分号就是起转译 就是这个地方的分号表示的 就代表的是分号本身 它起转译的作用而已 执行一个拽除操作 因为这个是一个进程的一个执行 所以它要加一个分号 好了 那么了解了我们的发音 那现在我们在命令里面来用一下 那么我们 直接到这个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要查找 我查找根目录下 名字里面有B的内容 你可以看有很多 对吧 包括它的纸目录都会去找 对吧 那你如果不想 不想那个 怎么样 你看全是首字母以B 开头的 对吧 好多好多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Content C终止掉 你看 现在显示出来的文件名 是不是都是以B开头的 对吧 全部是以B开头的文件 全部显示出来 这非常多吧 那如果我要找用户主目录下边 什么 修改时间 对吧 或者我找 根目录下边 修改时间 距离今天 十天的 把它显示出来 有这么多 修改时间 距离今天十天 有这么多 那么 访问我们的根目录 翻译的 访问我们的根目录下边 的文件 它有一些什么 显示了 这样一些文件 而它的纸目录 由于没有权限 所以说访不了了 对吧 因为纸目录 就有的纸目录 就访不了了 OK 好 然后我们再 查找一下 配置文件 目录下面 由用户id为0的 就是根用户的 然后大小 大于200k的 这些文件 和目录 把它找出来 大一出来 有这样的一些 对吧 都是由root的用户 所创建的 文件大小 大于这么多的 这些文件 好 然后如果我想 找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wj.txt 它的权限 现在是644 对吧 那如果我要 找一下 用户主目录下 权限为644的文件 并且把它放到 我用户主目录下的 wj1.txt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 wj1.txt里面的 结果是什么 用户主目录 这有没有 没加 这个斜杠 用户主目录下 好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wj1.t 有 那我们查看一下 wj1.txt OK 你看它有这么多 是吧 当前我用户主目录下的 权限是644的 有这样的一些文件 对吧 其中 有很多是系统的 隐藏文件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自己建立的 wj1.txt 对吧 OK 这就是查找 那么查找 除了find 还有一个 比较有用的查找 我们说是 什么 locate locate locate呢 这个查找呢 它比 这个速度 比这个翻译的快 locate的这个查找 它的语法呢 是locate 你可以加-d 代表你 后面跟上 你要查找 数据库文件 好 那如果你要查看帮助 刚好help 如果查看版本 刚好version 随便 看你是用什么选项 对吧 后面要跟上 你要查找的关键字 这个locate的指令 它也是用于查找 符合条件的文件 但是它找的时候 它是会去保存文件 和目录名称的 它是会去保存文件 和目录名称 那个数据库内 直接查找 符合我们条件的 它是到数据库里面 去查找 那么-d 后面跟上数据库文件 或者是-database 后面跟上数据 就是指定它的数据库 设置locate指令 使用的数据库 那么这个指令 它预设的数据库 就是本身 它要去找的 那个数据库 是在我们根目录下 vr下面 libr下面的 solocate目录里 有一个文件 叫做solocateDB 这个DB文件 就是我们Linux系统 存放我们真正 保存我们文件 和目录的 那个具体索引的 那个数据库 它就可以到这个里面来找 那你也可以查看 三线帮助和版本信息 由于它是直接去找的 这个数据库 所以它速度快很多 这个数据库里面 记录什么 这个数据库里面 文件实际上是记录的 我们Linux系统上 保存的那些文件 和目录的什么 i know的号 它是记录的文件 目录索引 所以说它是会把文件 目录索引 也就是说我们的Linux系统 对于保存的文件 和目录的那些索引 它会把它 维护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然后呢 它是知道这个数据库 从过索引来找 所以说它非常的速度 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那 如果你建了新的文件 建了新的目录 那么你再去查找的时候 那么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先更新一下新建的这个 才能更新到这个数据库里面 它才会去找 才会去找 那比如 我们再来试一下 locate wg.txt 在我的当前目录下 对吧 在我的当前目录下 找 wg.txt 开头的 诶 命里没写完 locate 当前目录下 你看 有很多吧 找得很快吧 整个数据库 都会去找 去搜 比如说我要找 locate 在数据库里面找 以 b开头 就是以boot开头的 关键字 对吧 或者以b开头的 还没有给位置 是吧 locate g.help g.version 可以来看一下 比如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给一个locate 我们可以看它的帮助 locate g.help 它就有帮助 你看它帮助里面 就写的有 他找 对吧 在我的mlocate 数据库里面 or 打印 匹配的 b 匹配 仅仅匹配基本的 c 数量 匹配的数量 大l m g.r g.r 则表达4 可以匹配 对吧 g.v 可以是版本 g.v 可以是版本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版本 version 就是插版本 或者是g.v 对吧 0.26版 v.2版 对吧 那如果我们给出 预防locate的选项 加上模式 对吧 假设我们要查 g.c 对吧 然后呢 以w.g 开头的 一共有367个 对吧 然后g.c 以b开头的 0个 然后 g. g.什么 g.a 以b开头的 是吧 杠 小A吗 大A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帮助 把大A 对吧 我们看一下 大A 杠 大A B开头的 你查不到 对吧 杠 大A C 开头的 也查不到 我们以 w.g 开头的 对吧 它要匹配所有的 OK 这个是locate 好 那么 说完了locate呢 那么对于我们在6个系统上 我们进行这个查找 就给大家讲完了 好 那么大家 这个办法要掌握 就是find的跟locate 他们的查找 查找的一些条件 查找的命令的一个使用 然后要知道他们俩的区别 然后要知道这个的区别是什么 区别是什么 然后呢 也要清楚locate的查找 它是通过inode的所以去查找 好 那么我们本讲内容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一讲再见 我们下庭的情况下